剛才又有一點感想 我想了又想 確實有一點悟醒 就是說 共產黨裡面 還算是鄧小平 鄧小平算是比較好的 為什麼呢 對東方人 因為他是很厲害的 他錢很多 他的家族錢很多 但是呢 他這個崇柴閣 他的才是水 他對於中國人的不利 也就是說 是一時的 他因為 因為他八字裡面 他是崇柴閣 他八字裡面也有紫水 紫水 崇柴閣這個是水 所以他隨意說 還算是鄧小平 這麼多裡面還算是 他算是比較有利 有利於中國人 就是說掌控 能夠掌控中國的 能起作願的 江澤民 其次就是江澤民 他跟鄧小平也是一樣 也是土命 也是財 水是財 江澤民也算是比較 相對來說比較好 因為 因為 他那個才 不是講他是 哈麻嗎 哈摩 哈摩 嗯 哈哈 說他是哈哈嘛 才 但當然他八字裡面 沒看見誰 表面上是沒看見誰 但人家說他是哈摩 但他肯定就是說 走水域的時候 他食運很好 他水運很好 那他現在 他現在食運不行 江澤民 食運越來越差 因為他 他這後面走火運 走火運就不行了 還是 相對來說 還是這兩個人 對中國人比較有利 所以 就共產黨裡面 呃 那個 毛澤東 他說火為願神 火為願神 然後 薄熙來也是 他不但火為願神 而且他從洛閣巴 而且他那個火 他八字裡面兩個無火 所以火特萬 所以說這個人呢 做事確實也是相當極端的 只能說對有一部分能比較好 呃 對有一部分能比較好 然後 但是 老師說 改革開放以後 我的運氣確實不好 因為 總體來說吧 因為 就是很可能是 要走後門的什麼東西 那一套 我也曾經聽見鬼說 他說四彈班打倒以後 我的運氣不行 但總的來說 中國人 鄧小平跟江澤民 相對來說還好 呃 就毛澤東跟 薄熙來兩個都是火 火為願神 當然當然不一樣 毛澤東是 是群眾搞群眾 薄熙來 那個那個火 是他的子孫啊 是他的子孫 所以 有相同點 肯定有不同點 很可能就是 習近平 習近平 最最最最 最不利 中國人 因為他的認識是金啊 然後他八字裡面也有金 嗯 嗯 金正恩也是吧 金正恩 我認為是 我認為是從哪一個 是金 又 又 都有又 都有又 又為財 又為財 又為月神 這種呢 就是可以做 有可能暴政 暴政 所以說 但金 習近平跟金正恩比起來 稍稍差一點的話 有 有距離喔 那很可能就 因為習近平八字裡面 火比較多 他金也就一個這樣子 金正恩 八字裡面那個金 很旺很旺 所以說 嗯 習近平他八字裡面火比較旺 所以他 他也有搞毛澤東那套的傾向吧 火比較旺 但他其實還是 還是傾向 火肯定是祭神的 他 他還是傾向於那個 金為元神 而金的話 這麼多裡面 最不利於中國人 很可能就是 就是 這個金嘛 因為金刻木啊 火 火 可能也 也有一些無力 2048年以後 嗯 就是 就是進入了 一大雲 一大雲就是水運 水運 一旦進入水運 就是 那個時候 中國可能會非常好 2048年以後 中國很可能 那 這之前很可能就很動盪 還是怎麼回事 還是怎麼回事 我也搞不懂 2048年以後 一一大雲 一一運 一運 一運那個一百一百水 水生木 那應該是相當相當好 一二三三的話 走到三運的時候 又是 也是木嘛 三四四的話也是木 所以說 以後中國 相當不錯 相當不錯 那 咱們都死掉了 咱們見不到那一天 咱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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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們